香港足球代表隊在今屆韓州亞運 拿到歷史聖階職的第四名 足總星期二舉行慶功五宴 向在韓州亞運殺入四強的球員 派發合共85萬港元的獎金 八強入球工神潘沛軒就期望 亞運四強的戰績 令到更多香港人支持港足 曾經外流中甲南通之雲的李毅海希望 政府和足總改善香港的足球訓練基地 可以補充去準備好練球比賽 足總主席霍啟山就說 會再審視香港足球發展的方向 希望和國際接軌 足總副主席徐英偉就說 會抓著政府再坐下談 未來會做好宣傳發掘和吸引新的球迷入場